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公子 为啥讲公子呢 因为公子马上就要复课了 那为什么不讲八重呢 因为八重为啥争议 公子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角色 有的人呢说公子很强 有的人呢说公子不咋地 那公子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公子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公子的优点 第一呢就是公子的机制非常的完美 第二不吃剩余物 第三不吃武器 第四不吃命座 而且每次更新之后 基本上公子呢也都会喝到一锅汤 所以说呢汤大人名不虚传 再加上呢有万达国际 这样的一个两斤的成本 可以达到T0的伤害 强度还是很在线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公子的缺点 其实也不能算是公子的缺点 应该是万达这个配对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万达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配对 当你练度高的时候 你会觉得咔咔乱杀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但当你练度低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这个阵容非常的不好用 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萌西在使用万达这个配对的时候呢 他们会用公子长时间的战场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佬 他们在使用公子的时候 会把公子当成一个速切角色来使用 你知道公子他的 是你战场的时间越长 他冷却时间就会越长 既能再冷却 所以说你的公子是打不出来伤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阵容都出现 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 再加上万达国际里边 又有班尼特又有湘灵又有万叶 还是比较抢队友的 其实万达这个阵容 伤害是在于队友上面去体现的 由此产生出来一个梗 伤害全是湘灵打的 那可不伤害都是湘灵打的吗 公子的练度上不去 一个大招下去 怪没死 还剩老多血 公子又在那砍砍砍砍砍砍 发现时间到了 冷却时间又长 这个时候公子战场又没有伤害 湘灵只能放个锅巴 班尼特只能溢一下 万叶只能王范自然 可不就不行吗 这个队伍里他非常需要循环 其实是守法 而且这个队伍 他还是一个零抗打断的队伍 所以说我对于万达的推荐是什么 这是一个上限很高的队伍 但是他有这一个下限很低的队伍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强度的话 还是要慎重 他逼党随意 而且公子应该是全角色里边 最需要堆高暴击的 虽然说对于圣移物套装要求不高 但是对于三个的属性 要求还是蛮高的 然后就是公子的操作手法 大家觉得自己的伤害打不出来 为什么打不出来呢 是因为你的操作手法不对 怎样才可以提高公子的操作手法呢 我这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个 非常良心的博主 这个视频博主呢 他用了自己活灵活现的操作 给大家展示的一套 什么叫做万达国际 还是很直接的 首先公子 视如狂蓝 让班纪特 有我在大家就不会痛 万叶可叹 落叶飘零 麻烦自然 出发双货餐 然后我向您 让大家见识一下师傅的枪法 放个锅吧 得让公子切出来 这里呢 有一个小细节 不要再怪跟前去开议 因为你开议的那一瞬间啊 可能就给怪物头上挂上水附着了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蒸发了 因为你要离远点开议 最后呢 就祝大家点赞关注 一发入魂 每个人呢 都能抽到公子 谁讨 追一讨 薄伤头 疯通都有 告辞